接下来我们请教会的传道人黄天岳先生给予他们面礼 各位贵宾 各位亲戚朋友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 午安 今天下午我们非常高兴跟汉文 瑞英一起的欢喜快乐 因为他们要在神和众伦的面前立下终身的誓愿 汉文跟瑞英他们在初纪学院的时候就互相的认识 开始的有比较要好的关系 然后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时间 进一步的认识了解 他们等候他们寻求神的带领 终于他们清楚的知道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 愿意在神和众人面前做下这个重大的决定 从今天开始 他们就要与夫妻的关系 一起的度过他们的一生 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汉文弟兄从小就在父母的带领下 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 瑞英姐妹也在求学的时候认识了耶稣基督 她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 为他们我们感谢我们的神 在这一个重大的日子里面 他们邀请了各位来宾来见证他们的婚礼 也要借助这个机会把他们所相信的神 介绍给各位 第一章20到25节 基督是在创立世界以前是神所预知的 却在这末后的世代才为你们显现出来 借助他你们信那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 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 你们既因顺从真理 竭尽了自己的心灵 以致能真诚的爱弟兄 就应当从清洁的心里 彼此却是相爱 你们得了重生 并不是由于能朽坏的种子 却是由于不能朽坏的 就是借助神拥护长存的大 因为所有的人尽都如草 他们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 草壁枯干 花壁凋谢 唯有主的道 永远长存 所传给你们的福音 就是这道 彼得前书是使徒彼得写给当时候分散在小亚西亚各地的信徒们 给他们的勉励 在这段经文里面 使徒彼得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那就是 神的道永远 耶稣虽然是被钉死 埋葬 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过来 他胜过了死亡 他显给他的门徒们看 在约翰福音 第三章 十六到十七节 这样告诉我们 神爱世人 神自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因为神拆他的儿子到世上来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而是要使世人借助他得救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当你听到这消息的时候 你的回应是怎么样的呢 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吗 请你不要错过这美好的机会 愿神赐福给你 谢谢